接着这一场包粽子活动 则是在玉礼镇 玉礼镇起模里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起模家政班 携手合作 举办了种下福田 端阳传爱的活动 准备了2600颗的爱心粽 要发送给需要的民众 以及独具长者 一袋一袋包装好的肉粽 都是玉礼镇起模里家政妈妈们 亲手制作 准备好要发送给需要的民众 这是玉礼镇起模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起模家政班联合携手 举办的种下福田端阳传爱的活动 因为我们起模社区的 居民都很多都是老 而且弱势的居民 所以里长跟我们社区结合 我们就严理讲说 一些节日 我们办一些活动 让这些独居老人 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居民 能够享受 那个节日的欢乐 李市长说 从里长陈文祥上任以来 就开始办理这项爱情包粽子的活动 就是要来照顾起模里 以及其他社区需要帮助的民众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端午气氛 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其多社区妈妈 还有热心的人士 还有农会 政工所 县政府 都非常的帮忙 为我们社区的活动 经费出钱出力 大家非常辛苦 起模里总共有700多户 有许多的独居长者 里长以及社区发展协会 借由办理这项活动 让独居长辈也能开心吃到温暖的肉粽 未来社区发展协会 也将会持续举办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